在画面中 被涂雷当着他面大声指责的女人叫婷婷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涂雷老师这么生气呢 这一切都得从他的男朋友小朋友的出现说起 刚一上台小鹏忍不住抱怨起来 感觉吧就是他就是感觉他们家人好像就是包括他他们家人 用惯了我 用惯了你 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自己压力特别大 那个弟弟吧去年就是高二嘛 因为那个艺术生抱艺术班 他家里也挺困难的 每个月就是开支也挺大的 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从我这拿钱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他直接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一方账户 然后每个月就是定期往他弟弟那个里面打钱 等于你每个月除了给他钱要给他弟弟钱是吧 小鹏和女友婷婷是老乡 这一对恋人恋爱三年 却活脱脱的是一对冤家 平常他不但地每个月给女友打钱 还经常被女友当成工具一样利用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但凡偶尔表露一次不满 就会遭到女友婷婷的冷脸相待 时间长了 就算小鹏再怎么珍惜这段感情 也不免会觉得心寒 听到小鹏的一番控诉 婷婷也不禁感到非常的委屈 直言不会地说 事实并不是像小鹏说的那样 要求都是他 他自己愿意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 我家里头确实条件不好 他就觉得我每天出去兼职 好累呀 冬天那么冷 夏天又那么热 他就心疼我嘛 他说要不就这部分钱我就帮你一下 在婷婷看来 小鹏对他的好 是因为小鹏觉得他的家境不好 不想看他平时那么辛苦的外出兼职赚钱 心疼他才会主动提出要帮他 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主动问他要钱 他对自己的一番心意 是心甘情愿 如今怎么能说成是自己逼他呢 然而对于婷婷的言论 小鹏也没有否认 而是对大家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他家里困难嘛 他弟弟就是上大学这期间的费用 他现在还就是意思想跟我从我这拿 我没有想过要跟他拿 我说我高考结束之后 这大学的学费肯定得先背着呀 那我家里头肯定也不是说全部都能支付他 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有这个责任去支付他一部分 如果说婷婷的弟弟在备战高考 确实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赚钱的能力 那小鹏是婷婷的男朋友 主动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出点生活费也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高考的结束 婷婷的弟弟有了时间 完全也可以外出自己打工赚点生活费 说到这件事 婷婷一听小鹏说起自己的弟弟 立马就变了脸 一改刚才的温柔 当场立马反驳起小鹏 他家里困难嘛 他弟弟就是上大学这期间的费用 他现在还就是意思想跟我从我这拿 我没有想过要跟他拿 我说我高考结束之后 这大学的学费肯定得先背着呀 那我家里头肯定也不是说全部都能支付他 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有这个责任去支付他一部分 没事 这几句话一出 婷婷立马暴露了自己伏地模的本性 就算是婷婷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 还非常的支持自己的弟弟学习画画 还自发地觉得自己要承担起弟弟的学费 同时婷婷也清楚地知道 一旦弟弟学习了画画 学费生活费各种材料费 都是一笔巨额的支出 而自己也无力承担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男友 认为作为自己的男友 理所应当地承担起弟弟的各种开支 这不是福的魔幼是啥 不过既然之前小鹏愿意承担女友弟弟高中的费用 那负担上大学的费用 估计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那么让他心寒的肯定是另有其因 究竟是何时让小鹏这么难过呢 就是评师吧也特别真心 我什么事就是得宠着他 得惯着他 他要是不开心了那就不行 那年就是过年回家了 本来过年那段时间就是 我那个这边也是淡季 我这边手头就是也周转不开 我爸妈都没舍得说 让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他就张罗着 就是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一车人就是带他们出去 咱们住宿完成住 一百来个江南也可以住去吧 他非得就去 还要定个新级一点的那种酒店 关键是我本来就是那段时间 也紧张咱们就是冲面子 不管怎么样 咱们起码就是考虑一下 当时的状况嘛 你同意只带他父母去是吧 对对对 你想到过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吗 我不是说就是花花钱 就是你起码你得为我考虑 为咱们就是现在进去状况 考虑一下 看来婷婷的自私和任性 也是让小鹏心寒的一个原因 不管小鹏做什么说什么 都得按照婷婷的要求来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那就是整天的黑着脸 不给她好脸色看 但小鹏也是一个人 她也需要关心需要关怀 需要女友的陪伴 然而对正常情侣之间的亲密行为 对小鹏来说那都是一种奢望 日积月累下来 渐渐让小鹏感到 非常的疲惫和无力 但是就算是在台上 小鹏直言不讳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婷婷仍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爸妈农从人 一辈子根本没有想过什么福 我说就让我爸妈 稍微住个好一点的地方 吃个好一点的饭 我没想到她是这样想的 真没想到这样想的 所以你心里现在是委屈的是吗 对我挺委屈的呀 那那个费用是 她只结了你爸妈的 还是所有亲戚的费用 她都结了 因为我那些亲戚都知道 我男朋友挺有能力的 然后都赏她钱 从婷婷的话不难听出 她反而是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 婷婷是觉得 不过是家里多了几个亲戚而已 何况结婚之后 这些亲戚也都变成了小胖的亲戚 况且自己也只是想让 金鹏好友看到自己的男友能干 但是明白人也都看得清楚 婷婷不过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名义 来炫耀自己的生活 让别人羡慕她过得好罢了 甚至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 她都开始插手小胖的生意 就是我那段时间 就是刚好跟一个那边老板也挺开朗的 就是挺大方的 一个大公司嘛 人家过去谈好 本来说是要我们这边货呢 我跟人家 因为第一次合作 我把价格报得稍微低了一点 我说你闲着也是闲着 就是整天 因为她就是在大学 我说你以后 毕竟咱俩以后要结婚 你帮着我点 她那很详细的这个过程 我都告诉她了 让她自己就是跟着学一学 过几天嘛 那个公司给我打电话说 小伙子你这人不低早啊 那么做生意就是讲究 纯性你这给我 你们那边人说 你们现在进货厂家价格变了 需要就是把这个价格 往后调一调 然后这事就谎 一笔好好的生意 就这么被婷婷给搅黄掉了 主厨的鸭子又飞了 虽说小胖嘴上 没有说出什么责怪的话 但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在这段关系中 小鹏一直都是单方面的在付出 但凡婷婷懂得感恩懂得付出 小鹏也不会心里这么的不平衡 变得心寒 自私自大的人 哪怕是自己做错了事 也不会反省自己 更不会道歉 甚至还把责任和错误 推到别人身上 那不是也是为了你着想吗 我是觉得你多赚 多赚两毛也是赚 赚一毛也是赚 那你为什么不多赚点啊 所以当小鹏看到小婷如此的冥顽不灵 也是感到彻底失望 但小鹏还没说啥呢 婷婷就开始倒打一耙 先卖残起来 我就是为了让她不这么辛苦 我真的还是依然坚持坚持 我的饭钱 都是我自己在努力的 我一个大学生我还没毕业 我哪有那么多钱 专生本这个事 也是因为她我就没有去成 我现在心里也特别遗憾 因为大二的时候 人家都在准备这个事 然后报名啊 什么学费啊什么的 我那时候也特别想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要不要我也去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我做生意我特别能赚钱 你那张学历不就一张纸吗 有什么用啊 我只要能赚钱 你也能赚钱 婷婷的一番话 真是让人越听越不对劲 嘴里说的是心疼男友 实际上都是不断地在奴役男友 让她拼命地付出 出去赚钱 却把钱装在自己的口袋 回头还抱怨起小鹏 不理解自己的想法 生本这个事 咱们能先过去啊 每次吵架 每次就是咱们俩 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都拿这个 那我肯定心里挺怨恨你的呀 那我要是自己努力 自己没考上 我一点都不怨你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机会了 人家都拿着小笔箱去 又去别的学校上学了 我还是想去学校上学了 不得不说 婷婷真是颠倒黑白的好手 说出来的话真是够无耻的 男友小鹏也是够可怜的 自己真心付出 没有事在利用她 看到婷婷这样过分的行为 图老师在一旁忍不住当场发火 姑娘 你的弟弟读书 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他愿意帮 是他的情分 但并不是他的本分 你们家修房子 跟他有关系吗 你父母 没有出去旅国游 应该是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承担的责任 去就去法 你还要住新级酒店 住一百多块钱的卢家 不可以吗 你不知道心疼这个男生 他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你住的好意思吗 还有 你说你自己在外面 你自己勤工俭学 满足自己的学费 这很不错 这是你本来就应该做 你生在那样的家庭 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命运 你不能说命运不公 就像图老师说的 如果无法选择先天的出生背景 那就努力改变后天的生活方式 但是不该总是向别人所求 而是要靠自己的双手 去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 那么在听了图老师的一番话之后 两个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三年了 也许咱们两人之间就是 很少缺乏交流吧 也许我给你爱的方式 只能是用这种 以敬虔的方式作为弥补 我确实平时也忙 需要有时间陪你 我希望你以后能 多理解我一点 不要总是那么自私 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有时候需要休息一下 我以后多理解 可能我做错了很多 我现在才意识到 真的 以后 我尽力 我能对你做到哪有程度 我尽力做到哪有程度 就在两个人冷静思考之后 最后都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 这对两个人来说 也算是最好的结果 毕竟事情走到今天 也无法再回到过去 也希望大家都学会珍惜 更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生活得更好 你对这段感情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探讨留言 感谢观看